县南发文祝福我国奥运健儿 下面全是吴京的表情包 还有人表示你老公好像参与了 但又好像没参与 吴京表情包里 穿的绿色运动服 是八九十年代挺流行的梅花牌运动服 1984年 我国参加于洛杉矶奥运会 而梅花牌就被指定为国家队的专用服装 我国首个金牌获得者徐海峰 就是穿着这个牌子领奖 所以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后 吴京这个很合时宜的表情包 在尘封两年后冲出江湖 虽然正在筹备长津湖的吴京 很久没有露面了 但哥不在东京 还有哥的传说 吴京成了奥运会期间最好用的表情包底片 大家笑称 吴京是奥运会编外人员 有不少人都知道吴京的绿色运动服 出自《老师好礼》的一个片段 吴京零片酬出演一位体育老师 虽然台词不多 但由于穿着有年代感的运动服 握拳的形象太过鲜明 所以吴京当时就拥有了一大批表情包中粉 而到了今年恰逢一百年 大家的爱国热情又被点燃了起来 于是在今年六月 吴京的表情包再次俘获了网友们的心 开幕式后吴京成了整个奥运会最忙的 其实吴京的表情包受到大家喜爱 很大的原因是吴京本人比较实在 他时常是告诫大家爱国爱生活的朴实发言 本人又是实打实的铁汉柔情 大家对他的好感从战狼延续到了现在 所以吴京的表情包被喜爱 其实也代表了他本人被大家所认同 勇夺第二金的侯志慧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特别欣赏大张伟 除了大张伟是搞笑担当 能给他人带来快乐外 他更欣赏的是大张伟的洒脱和清洗 五年前侯志慧已经到达巴西 却因为膝盖曾受伤而无缘奥运 于是他强忍伤心 回到祖国继续保持高强度训练 在那段时光里 大张伟或许成了他的精神依靠 那些看起来有现实有丧的话 细细品味 情耻积极向上的 这就是大张伟被称为人间清醒的原因 侯志慧在场上是女王 下场后却显得腼腆可爱 他表示 如果遇到了大张伟 希望他能教自己一些人生哲理 而在他赌冠之后 大张伟也第一时间送出了祝福 还称赞开始骄傲 侯志慧真的追行成功了 除此之外 在某次采访中 侯志慧透露自己的闺蜜特别喜欢杨千玺 所以久而久之 自己也渐渐开始关注了 并且称赞 杨千玺十分正能量 而主持人也开心地表示 自己会想办法 让两个人交换签名照 获作纪念 并建议侯志慧 给杨千玺一个奥运特别版 小姐姐本人优秀 因此才能追行成功啊 那么侯志慧究竟有多优秀呢 09年才开始练习举重 结训练两年多 14岁的他就夺得了三个举重项目的全国第一 2015年又在清运会逸选赛和波兰举行的举重赛事上 分别夺冠 这年10月清运会正式举行 18岁的侯志慧打破了王明军在伦敦奥运夺冠的纪录 以210公斤稳夺第一 2016年侯志慧入选里约奥运参赛名单 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推出 他在等待了五年之后 以抓局94千克 停举116千克 总成绩210千克 打破三项世界纪录 勇夺金牌 25日冬天奥运会上 卢玉飞到笔枪和wink 击中了所有人的心脏 连解说袁小哥哥都不例外 他在解说的过程中 几次被卢玉飞温暖的笑容和可爱的饼心感染 甚至忍不住诚意的微笑起来 卢玉飞出赛前台亲切的说美丽的飞飞 解说袁的声音温柔动听 卢玉飞笑起来又颇为动人 于是大家纷纷表示太有爱了 其实早在21号 卢玉飞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段对河南的祝福 表示自己身在东京 但一定会对家乡祝福 也会好好准备比赛 有网友发现 早在那个时候 解说员小哥哥 就已经给卢玉飞评论了加油 因为解说员小哥哥心中 大家叫他钟子 是一位从事多年体育赛事 解说的解说员 社交平台转发的 都是与体操相关的 大家纷纷猜测 是不是两个人早就认识了 毕竟93年出生的钟子 从事体育解说也有67年了 而00年出生的卢玉飞 也有6年的职业经验 两人总会在某些场合认识的 卢玉飞本人自信明朗又可爱 15岁时就在清运会 获得了全国第一 2021年的全运会 卢玉飞以113.697 位列体操项目个人全能决赛第一 东京奥运会上 卢玉飞也以绝对的专业性 获得了一个团体资格 和两个单人资格进军决赛 她笑得有多甜 她就有多强 别说钟子儿是她的谜底 刀姐又觉得自己也是了 参考别 好 感谢观看